各位閱讀基因會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歐伊亞科技教育總監凱宇 這次我們的閱讀基因會為各位推出的這本書籍 叫做另外的90% 開啟你未發掘的潛能 是由Robert Cooper所寫的 然後呢是遠流出版 出版的時間是2002年的8月1號 那這本書很特別喔 就是說它本身可能你看它的書名 你會覺得它就是一般談論潛能的書籍 那當然談論潛能的書籍 多半呢除了從一個激勵的角度之外呢 它還會談一些所謂的這個潛能激發的一個生理和心理上面的原理 可是呢往往呢這些心理和生理的原理呢 很難受到一些真正的這方面 譬如說認知神經的專家所背書跟肯定 那這本書呢其實它很特別的在於說 它用很多的小故事跟我們說大道理 那非常滿足我們心理的部分 但是呢在生理的部分 它還提出了一些滿獨到的見解 可是呢我在導讀的過程中可能生理這部分呢 我就希望各位如果有興趣想了解的話 你可以親自買書來看 因為呢畢竟對一般人來說的話呢都是比較艱深的 而且呢它所談的一些生理的角度 由我們這本書的導讀啊 那你如果常常看一些有關於神經科學相關的書籍 它在台灣的這個認知神經科學的發展貢獻非常的多 那我們知道喔其實 你只要稍微有一點心理學的基礎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坊間一般所談的潛能 多半也是以認知神經科學為主要的理論出發點 所以呢 紅蘭教授他說其實你會發現他沒有幫其他類似潛能激發的書做導讀 但他幫這本書做導讀 他提出了幾個點 第一個點呢就是紅蘭教授他這本導讀的一個文章的一個標題 叫做呢沒有不可用的人才 其實呢我們知道紅蘭教授他在台灣整個除了他的專業領域之外 在這個所謂的教育這一方面也琢磨非常的多 那他的老公呢就是之前的教育部長曾智朗 所以呢他們一對夫妻喔 在台灣的教育界其實是耕耘非常的多 那他的一個教育理念就是 其實任何人都可以有他可以發揮的地方 只是關鍵在有沒有擺對位置 那由紅蘭教授來做這個導讀 其實我當初不可否認的是 因為我對這本書的作者Robert Cooper其實了解不多 甚至於是很陌生 但是我發現這樣的書為什麼紅蘭教授會幫他做導讀 結果呢我就二話不說買回家看了再說 結果看完之後發現喔它是一本很輕鬆閱讀的書 為什麼呢 因為這本書它是從這個作者本身 從他跟祖父他的外祖父一起生活的時候 發生了一些小故事說些大道理 那當然我在開頭的部分會舉幾個小故事 後面的部分呢可能各位原諒我 我可能就重點的部分去跟各位做一個 一個整個概略的一個導覽 那這個作者鼓勵我們呢 從大處著眼 不要計較別人的小故事 其實是一本勵志的好書 那其實呢能夠得到 紅蘭教授的一個背書 這本書想必在它內容 不管在於這個理論基礎 還是在於它的整個鋪陳上 是很值得我們一看再看的 那當然這本書喔 其實它的篇幅還好 一般這個大概兩百多頁 將近三百頁的一個適中的篇幅 我沒有記錯的話大概三百多頁吧 那只是說呢它裡面分成四大結構 四大主軸 這四大主軸呢又分成二十多個篇章 所以呢每個篇章啊 我大概就跟各位帶一點 那各位如果有不滿足的地方的話 各位請原諒我 因為畢竟我是做個導讀 我很希望可以的話你可以親自買來看 看看對這本書對你的生命而言 是不是真的能夠激發出你生命 絕大多數未開發的潛能 那它的內容架構分成四個部分 談的是什麼呢 信賴、經歷、遠見跟膽識 所謂的信賴是什麼 我們說一個人要發揮潛能 其實以現在時代來說 不可能靠自己的雙手跟雙腳 那一定是要跟其他人合作 所以呢你懂得信賴的關鍵 你就能夠容易的跟別人建立與 維持一些特別的關係 這是第一步 當你具備了信賴 自己跟信賴他人的能力之後呢 接下來經歷 有很好的一個概念 有很好的理念 但是呢沒有很好的身體 沒有很好的精神狀態 其實是沒有辦法貫徹很多特定的任務 所以呢經歷的部分呢 作者就告訴我們 提高身處壓力下的冷靜成效 我們說現在的時代 壓力無所不在 很多壓力其實是難免的 不可否認的 那我們如何在這種高壓 高變動的環境之下 還是能夠維持我們的冷靜 維持我們的判斷 維持我們的正常的輸出品質 就是所謂的成效呢 那接下來呢 除了信賴跟精力之外 他談的就是遠見 我們怎麼創造未來 一個人不知道自己要往哪裡去 那這一個人在今天的努力 就變得沒有任何的意義 所以呢 遠見的部分 最後一個部分 談的就是膽識 你能引起別人跟自己的信賴 你很有精力 你很有遠見 但是呢 往往我們知道 在過程當中需要 有時候需要的 不是你所謂的高瞻遠足 跟真知灼見 有時候需要的是你的膽識 你有沒有那樣的勇氣 去面對很多的困難挫折 去克服很多 我們必要去克服的事情 最重要的一點是膽識談的就是說 我們如何超越自己與別人的期望 而創造一些非凡的成果 也就是這本書所提的 開啟你未發覺的潛能 每個人真的都很有潛能 但問題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是不是深陷於 不相信自己 或則是不被別人相信 沒有辦法發揮自己的實力跟潛力 沒有一個高瞻遠足的一個遠見 甚至於當我們遇到困難跟挫折的時候 沒有膽識去克服一些問題呢 所以呢這本書這四個架構 非常的清楚 而這四個架構 所織羅出來的內容非常的豐富 所以呢就聽我娓娓道來吧 首先呢我們來看信賴 在信賴的部分 它橫跨六個篇章 第一個篇章談的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能夠 引取別人跟自己的信賴的話 有時候有關鍵的原因 是不是別人相不相信我們的問題 是開頭我們相不相信 我們自己所做的事 所以呢第一個篇章 告訴我們要當一個原創者 其實現在很多人 就是一窩蜂的一個 這種這種影響 受到這種影響的話 其實漸漸的失去了自己 在失去自己的過程當中 對自己越來越沒信心 只會隱蔚著去追求別人的價值觀 所以作者在這邊告訴我們 你要當一個原創者 這就可以呼應到他小時候的故事 他呢這個作者喔 這個Robert Cooper先生喔 蠻有趣的喔 他呢在小時候呢有一個逃學的經驗 就是呢他正式去學校的第一天 他就碰到一個這種凡事規定 這個不能做那個不能做的老師 那其實呢各位小時候的經驗都有這樣的經驗 就你一進入教室 國小一年級 結果呢碰到 老師很嚴肅的拿教鞭猛槌桌子 然後呢告訴我們喔 不可以隨便走動 不可以上課吃東西 不可以怎樣不可以怎樣 所以呢當這個 Cooper先生喔 他踏入學校的第一天 他就遇到這樣的一個老師的時候 他深刻的害怕一件事情是 難道我未來的求學生活都要做這種事嗎 所以呢他非常的不高興 這個時候呢他就狂奔出教室逃學啊 結果呢他很多學長啊 去這個追他都追不上他 結果逃學的這件事情蠻有趣的就是說 關鍵不在那當下 關鍵在那之後喔 那我們知道一個小孩子逃學能逃到哪裡呢 結果呢就當然是會被拎回家囉 結果更妙的是他回家之後 他的父母親他的這個 他們家裡的長輩沒有半個人責怪他 這些長輩有的角度只是了解他為什麼逃學 了解他為什麼不喜歡 而沒有責怪他逃學的這個動作 那我覺得這很難人可貴 因為各位你想想看一個小孩子 在他的內心當中其實是沒有所謂的善惡 就是說他沒有辦法那麼清楚的知道 所謂的善惡 而且我覺得他逃學的動機只是因為 他不希望讓自己有沒有 去陷在一個僵化的環境 所以在某些程度來說 這也是創意的起點 很多人為什麼有創意 就是因為他不甘於現狀 或者他對於現狀不滿意嘛 所以呢這個時候他的家人 他的父母親 他的家裡的長輩 很巧妙的保留了他的原創性 但是呢也讓他怎麼樣去瞭解到 其實保留這個原創性 和他如何跟環境做好一個互動 其實是可以得到一個平衡的 那當然啦在這邊他就告訴我們 其實呢有時候 當你要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你會發現喔 這個雖千萬人無亡以啊 你有沒有這樣的精神 甚至於你在做一些跟別人不同的事情的時候 這個過程可能是孤獨的 是寂寞的 但問題是 你有沒有相信你自己所認為的事情 所以呢 作者告訴我們 不要做每個人都在做的事情 他這邊舉了幾個例子 在美國很有名喔 是在1955年12月 有一個黑人叫做帕克斯 他是一個女性 Rosa Parks 他是一個女性 他在那個時候做了一件 在那個年代很轟動的事情 因為我們知道 美國在1955年代 那個時候 其實是這個所謂的人權喔 這個黑人受到歧視的年代 在那個年代當中呢 比如說如果你是個黑人 你坐公車 當白人沒有位置坐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讓做給白人 好 那那個時候 帕克斯小姐喔 他是所有黑人當中 第一個拒絕讓做給白人 的一個黑人就是了 所以呢 他因為這樣子也陸陸續 引發了很多人權運動 創造一個波蘭壯闊的一個時代 所以其實很重要一點是 他本身他只是一個弱女子 但是他為什麼有這樣的力量跟精神 掀起整個所謂的人權運動呢 其實呢 就是他當一個原創者 他沒有做每個人都在做的事情 那我們更清楚知道 艾迪森更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艾迪森小時候被認為是智能不足 上幼稚園的第一天就被老師送回家 但是呢 因為他的原創精神 他有一個很好的母親 把他保留下來 所以他日後成為了 舉世文明的發明大王 那林白 林白我們也知道 他是全世界第一位駕駛 第一位獨自駕駛 這個飛機 穿越大西洋的飛行家 但是很少人知道他還有另外一個身份 他是洛克斐勒研究院的一個研究員 那這個時候呢 他不僅在飛行有這麼 這麼讓人津津樂道的一個成就 他在洛克斐勒研究中心 研究員的生涯當中 他的研究同樣也震驚了醫療界 因為呢 他發明了這個血液分離術 人工心臟和肺臟 發明這些救命的技術和裝置的動機 源自於林白 他有一種做別人不做的動力 所以呢 各位朋友 如果你覺得你現在做的事情 你堅持的事情 是很多人冷漠漠視 別人不做的話 其實呢 恭喜你 你必須要堅持 因為呢 你是一個原創者 在未來的時代裡面呢 跟隨別人 這個所謂的這個 去模仿去copy 其實是沒有任何競爭力的 唯有原創才有競爭力 所以作者在第一個篇上告訴我們 一個好方法 勝過於100個好計畫 問問自己 如果你要原創 你是掌握了方 你是不斷的在做計畫呢 還是你讓自己 不斷的創造方法 來讓自己達成 你想要的目標 所以呢 方法很重要 計畫呢 千萬記得 如果你發現你每天都在計畫 那就乾脆停止計畫 去找一些方法吧 因為方法才能促成你的行動 接下來進入第二個篇章 第二個篇章是善用你的三個大腦 這一個篇章還蠻有意思的 這個就是洪蘭教授在他導讀當中所說的 作者對認知神經科學有一點誤解 但是呢 即便是誤解 如果我們拉大一點來看 它可以說是一個誤解 但也可以說是一個巧妙的比喻 就是說 如果你要爭取自己跟別人的信賴 甚至於這整本書的主軸 你要怎麼去貫徹的話 其實身體有三個大腦 這三個大腦呢 第一個叫腸子裡面的大腦 它是把它比喻成為勇氣 所以姑且不論它在這個學理上面的根據 但是呢 它這樣的比喻其實蠻有意思的 就是說各位朋友 當你在面對一些很緊張的情境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腸胃一陣翻腾 有沒有 所以他就說 腸內的大腦是勇氣 你如何拿出你的勇氣 當你要創造信賴關係 其實沒有勇氣 當你在關鍵時刻不願意挺身而出的話 你要別人怎麼信賴你呢 第二個大腦是 心臟裡面的大腦 心臟裡面的大腦 比喻是什麼 感情 當你看到一個很令人感動的畫面的時候 你的內心是不是會波濤洶湧呢 當你面對一個你所心理的對象的時候 你心裡是不是會小路亂撞呢 那這個就是感情 當一個人很有勇氣 也必須要有感情 才能夠做到所謂的人者無敵嘛 好 那當然呢 最後一個大腦就是頭腦裡面 就是頭部裡面的大腦 這是比喻成理智 那唯有一個人喔 能夠善用這三個大腦 擁有勇氣 擁有情感 同理別人感受別人的能力 理智分析判斷 那這個時候 他要真正的創造好的關係 好的信賴感 那才是有可能的 這就是他第二個篇章要告訴我們 第三個篇章在信賴當中 他說 你的獲勝你的贏 不需要別人的輸為代價 我們知道現在的時代 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個現在的時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像呢 每一個人喔 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搞得大家烏煙瘴氣 而且吃相很難看 所謂的雙贏 到底是事實還是一個口號 這已經讓很多人 起了一個內心很大的一個懷疑 跟一個很大的一個衝突吧 應該可以這麼說 所以呢 在這本書當中呢 這個庫珀先生他就說 你的贏 不需要別人的輸為代價 他舉了一個 他自己童年的經驗 他童年的經驗當中 他的社區當中 他們小孩子之間 都會玩一個叫搶棋子的遊戲 這搶棋子的遊戲是怎麼回事呢 就是說呢 這個一群小孩裡面喔 有一個推派出一個代表 這個代表呢 在這個社區的範圍跟環境裡面 把一隻小小的紅旗子藏起來 然後呢 所有人都不知道 那個小紅旗被藏在哪裡 所以呢 所有的小朋友 這個時候就開始 找尋那一隻小紅旗 第一個 找到那個小紅旗的人 就是獲勝者 他說 很特別的是 在他童年經驗當中 在他的玩伴有兩位 他們每次在搶棋子 幾乎都是他們獲勝 然後 但是呢 他們如果沒有獲勝的話 他們也會忠心的去 恭賀獲勝的人 他說說 這兩位小朋友 他們在搶棋子的遊戲當中 不像其他的小朋友 其他的小朋友 每次一旦開始 找尋這個棋子的時候 大家就一哄而散啊 然後呢 到處 半倒對方啊 你爭我奪啊 然後呢 一窩蜂啊 但是這兩個小孩子 當這個遊戲 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是選擇一些 觀察 觀察的這個 觀察的位置的制高點 這時候他就可以 蹤覽整個附近的環境 所以呢 往往呢 他在剛開始 不是最急急忙忙的 去找棋子的人 他是觀察 他呢 比如說他站在陽台上 他站在圍梨上 然後呢 去看四周 這個時候呢 他站到一個制高點的角度 自然周圍的環境 就比較容易一目瞭然 一目瞭然 他就比較能夠 發覺原來棋子 有可能藏在什麼地方 一些細微的東西 也能夠觀察 所以呢 這個時候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是喔 因為他用這樣的一個例子 告訴我們說 其實呢 如果你從人生的角度來看 什麼是你的制高點 當你站到制高點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你不僅 在人生的搶棋子遊戲當中 比較容易找到人生的那面棋子 更重要的點是 你可以去引導很多人 做這樣的事情 甚至有人找你一步 拿到這個棋子 你也可以忠心的 去恭賀他們 這就是作者告訴我們 所以他告訴我們說 不要競爭 要超越 這好像最近有一本書 藍海策略裡面的概念 其實是一樣的喔 他說呢 當你察覺自己的想法 和自己想和別人競爭的時候 趕快停止這個念頭 並且專注在發現新 發現新的超越方法上面 所以呢 其實有時候去做一些無謂的競爭喔 那藍海策略這本書 我們過一陣子也會為各位導讀 各位可以拭目以待 其實有時候陷入一種 這種狗咬狗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的 與其去配合遊戲規則 不如自創遊戲規則 所以呢各位 當你注意到自己在漢邊比較的時候 趕快改變你的想法 不要讓這樣的想法去毒害你的行為 所以呢 在這第三個篇章 他說專注超越帶來的結果 在最後一個部分 因為呢 他剛剛告訴我們要超越 那 當我們其實很多時候很可惜的時候 很多人已經跨出超越的第一步 但是後面呢 卻沒有給予相對的注意力 所以呢 他的很多原創性 我發現很多 在我跟很多朋友互動的過程當中 我發現很多人很有創意 但為什麼他一樣是 他一樣是在抱怨他的生活 一樣他好像沒有滿足他的夢想 很簡單 既然他這麼有創意的話 很簡單 叫做呢 他沒有專注他創意能夠帶來的成果 我想創意的發想是一個令人很 很 很興奮 很迷人的一個過程 但這個迷人的過程 當你那個發想完了之後 接下來執行 就好像是什麼 男女之間談戀愛 本來是一個很 讓人 心醉的一個過程 但是當 一旦結婚之後 柴米油鹽醬醋茶 那個就是要刻意去經營 而且是每天的例行公事喔 所以呢各位朋友 很多人喔 他很有創意 但他沒有專注 他的這個創意 他的超越能夠帶來的成果 並且把他的成果放大 就好像是什麼 很多人每天 每這個無時無刻都在談戀愛 但他卻沒有一個穩定的家一樣 差不多的感覺喔 他就提到一個人 在電腦資訊界喔 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人物 電腦之母喔 他叫哈波 那哈波他本身是一位女性 才能叫之母嘛 然後他也是在美國的一個軍官 他說了一句話 讓我很大的感受跟感動 他說呢 停泊在港灣裡面的船 是很安全的 但那並不是船的用途 各位朋友 在你生命當中 你覺得生命應該是 安於現轉 還是勇於創造呢 你覺得生命應該是 發揮更大的潛能 還是呢 得過且過呢 其實你我都相信 我們心裡有答案 就好像這句話所說的 停泊在港灣裡面的船 是很安全的 但那並不是船的用途 有一個很有名的社會學家 跟社會心理學家 叫弗洛姆他也說過 做個獨立 但能與他人協調的人 每個人到這世界上 主要的任務 是盡自己最大的所能 把自己的潛能 發揮到極致 所以呢 這些話送給各位 也希望呢 各位的生命 能夠因此而過得更不一樣 好 第四個篇章 叫做 您為燈塔 不為風標 這個東西喔 就是談人生的價值 因為呢 這個段落在談的是信賴 往往呢 我們如果 是那種牆頭草 隨風倒 就像這個風標的比喻一樣 你的立場 會隨著環境變換和變化 你的原則 會隨著環境 而有所搖擺的話 你要怎麼能夠 爭取別人的信賴呢 是不是日子一久 久而久之 連你自己都不大相信你自己呢 所以呢 我們是不是要當一個 你的生命當中 自己的燈塔 因為唯有你自己 確定定向 你才能夠帶領別人 唯有你自己 確定跟定向 你才能讓很多人 以你為標竿 不是嗎 那我們說的 這本書 舉了很多作者 跟他的祖父 跟外祖父的互動 這邊就引用 外祖父 跟他說的一段話 作者外祖父 他說 人喔 很容易變得像風標一樣 總是不斷的 改變信念 及所說的話 試圖討好身旁的每個人 可是呢 我們生來就是燈塔 不是風標 想像一個縱軸 穿越過你的心臟正中央 這個縱軸從底到上 代表你最深的根到最高的報復 這就是你的燈塔 它把你定位在這個世上 使你免於 總是隨著氣候方向 改變自己的方向 在這座燈塔裡 有燈光透鏡 燈代表 在沒有人看到你的時候 你是什麼樣子 不論外面多麼黑暗 或者是風雨多麼的強 燈塔裡面的燈 都應該是亮著的 Robert 當你找到 心裡的那盞燈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知道 不要讓任何人 使你的燈 轉暗 或熄掉 各位我不知道你這段話 聽了什麼感覺 但我很有感觸的一點是 其實呢 就好像是現在的時代 很多人說 價值觀淪上 怎麼樣 我覺得也沒那麼嚴重 但是呢 不管外面多麼黑暗 或風雨多麼的強 如果你有你堅持的信念 你的燈塔裡面的燈 都應該是亮著的 所以呢 我常常鼓勵很多的朋友 人生最大的挑戰 不是在於你 你把自己擺在別人面前的樣子 而是當你每天回到家 自己的舒適環境的時候 關起門的那一剎那 你願意做什麼 如果你還是願意如實地做 你應該做的事情 那你要真的 對自己有信心 引起別人的信賴 這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喔 好 我們來看第五個篇章 既然這整個段落都在談信賴 第五個篇章 就說勇於信賴 前面四個篇章在談的是準備 第一個 當個原創者 第二個 善用自己三個大腦 第三個 你的贏不需要別人輸為代價 第四個 您為燈塔 不為風標 這些都是一個準備 欸 接下來呢 就是信賴的行動了 信賴的行動 包含哪些呢 他說 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有兩個重要特質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相互信賴 這兩個重要特質是什麼呢 第一個 我們必須感覺 對方了解自己 對方知道真正的我 及我在意的事情 這很重要 有時候人喔 有時候很多人 他不敢表達自己的想法跟意見 他生怕喔 會覺得表達自己的想法跟意見 會不會讓人覺得他很自私 但是呢 你永遠不說你的想法 別人怎麼知道你所在意的事情呢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 有時候是我們自己沒有表達 所以呢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怎麼總是跟大多數的朋友 都是泛泛之交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表達過我們自己 別人想了解你 也無從了解 不是嗎 第二個 當你感覺到對方關心你的時候 對方在做決策的時候 會考慮到你的真正需要 利益及疑慮 我再講一遍齁 應該是我啦齁 就是呢 當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你要讓對方感覺到你關心他 你在做決策的時候 會考慮到他真正的需要利益及疑慮 這就很重要 所以我常常強調一件事喔 溝通的關鍵在於引導 不在於請到 很多人呢強調 很多人想要說服而贏得所有的信賴 但是說服是無法贏得信賴的 唯有引導才能創造信賴喔 所以呢 勇於信賴的部分呢 你有沒有留意別人真正在意的事呢 這很重要喔 我常常碰到很多人 不管在溝通談判生活親子 各方面當中的領域當中 只要跟他人接觸 他似乎就是眼睛喔 被蒙蔽住了 他永遠看不到別人真正在意的事 所以別人真正在意的事情 並不是你要去迎合別人的價值觀 活在別人的眼睛裡面 但是呢 反過來我說 如果你都不關心別人 不想要了解別人 那別人為什麼要了解你呢 這很重要 我們說現在實在 你不免得都要跟別人合作嘛 那如果你不願意了解別人 別人有什麼理由要跟你合作呢 接下來呢 叫做展現你關切的心意 愛要及時說出口 如果你對一個人關心的話 你一定要說出來 所以呢 作者在這個篇章最後就說 信賴忍者仁恆信賴之 甘地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 在人類最基本的精神特質當中 最重要是信賴自己 以及建立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賴 我們知道甘地他是 這個印度革命的一個英雄喔 他用一個非暴力不合作的方法 來創造印度的獨立建國的 這樣的一個史實跟史蹟喔 所以呢各位 你有沒有發現 他這樣的一個力量 他不是靠武力 他不是靠拳頭比別人大 他也不是靠錢比別人多 那為什麼會引發了這麼讓人 所敬仰的一個革命運動呢 就是因為信賴的力量 因為呢 他創造了別人相信他 他更深信於自己的價值觀 好 信賴的最後一個篇章 第六個篇章 叫做彼此讚賞與祝福 這邊提到喔 作者他本身 他到西藏的一個經驗 其實呢 Robert Cooper先生在他這本書裡面喔 提到非常多 他到西藏的經驗 就是說他在西藏 甚至於他提到喔 那個西藏受到一些 之前啊 受到一些這個 這個不合理的對待 受到一些打壓 然後呢 等等的一個狀況 那他就說喔 他在西藏要去 這個參拜一個 寺廟的過程當中 他就發現喔 有一家子的人 也來同樣做 禮佛參拜的一個動作 但是呢 卻被 要準備這個 上這個寺廟 到這座山的時候喔 被這個 被這個軍人喔 擋在外面 那對於這個 Robert Cooper先生來說的話 他去那麼一趟是很 是很 相對比較而言啦 和這一家子人 要去這一趟的話 其實Robert Cooper 相對比較而言是很輕鬆的 因為呢 這一家人 生活條件不好 又要跋山 涉水幹嘛的 能想像 你非盡千辛萬苦 千里跋涉 你都是用走路 走了好幾天 走了一個禮拜 才能去禮佛 結果被擋在門外 那種感覺嗎 結果他說到這個經驗 那這一家人被綁在門外 如果是你的話 你應該很沮喪挫折 但是呢 這時候讓他很意外的是 他發現這一家人 當他接受了這個 他們沒辦法去禮佛事實的時候 他們全然接受這個事實 甚至於呢 他們就在山下 找一個地方 就就地也參起來了 還有有說有笑 甚至於呢 他們 當這個Robert Cooper先生 跟這個 這一家子裡面 一個小女孩 教會的時候 那個小女孩 還給他一個最誠心的祝福 那個話我不大會講 然後呢 就是類似打招呼的話 那這個打招呼的話 小女孩一脫口說出的時候 這個時候 Robert Cooper先生是美國人嘛 自然就跟他說 Hello 有沒有 結果呢 這個小女孩很特別喔 還特別問 Cooper先生的一個翻譯說 Hello 是不是就是代表 給對方 這個讚賞跟祝福的意思 這個就讓 Robert Cooper先生 真的內心很大的感觸喔 他說 美國人每天都要Hello來 Hello去 那到底這個 是不是真的忠心的 給別人讚賞跟祝福呢 如果一個物質 這麼貧瘠的一家人 他們所交出來的孩子 都懂得 給予別人讚賞跟祝福 那說實在一點 是不是我們現今的社會體系 這個整個價值觀念 要好好檢討一下 所以呢 在這個部分呢 他提出了幾個要點 我們怎麼樣去做到 彼此讚賞與祝福 他說 要求你應得讚賞 不要吝嗇事實表達 讚賞別人的這個想法 然後呢 多用眼睛和別人打招呼 這有些人 互動喔 不敢看著別人的眼睛 或者眼神飄移 那其實是很 很 去損壞你的信賴 和別人的信賴喔 好 多想想別人的優點和長處 誰沒有缺點呢 但是呢 你有沒有先看到他的優點 尊重他對你 尊重他 尊重的提出你的要求 這個喔 有時候你提出你的要求 有時候要建立在一個尊重的立場 不要很蠻恨 也不要很粗暴的 就說你就是要 然後呢 一個小技巧 親自手寫便條 表達你感謝的心意 這有時候喔 謝謝 我們剛剛說愛要及時說出嘛 感謝也要及時說出啊 那很多人感謝放在心裡 那說實在有一些人為你做牛做麻 那他永遠不知道你其實很感謝他 等他哪一天離你而去的時候 你再後悔 這都來不及了 所以呢 人很重要喔 很多東西要活在當下 即時表達你 應該表達的 好 那我們第一段的語音檔 就到這邊 很感謝各位的聆聽 希望各位跟我們一起推動 書箱社會 閱讀人生 再會 各位閱讀經營會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歐亞科技教育總監凱宇 接下來呢 進入我們這本書 另外的90% 的第二段語音檔 第二段語音檔當中呢 是談他的第二個單元 第二個單元 叫經歷 經歷的部分呢 從他的第七個篇章 到第十二個篇章 那這是前半段 後半段呢 我們會談他下一個單元喔 那我們首先來看他 第七個篇章 第七個篇章 談的是叫做快而不及 我們知道 很多時候 既然這個篇章談的是經歷 那就是談我們一些 精氣神 怎麼樣去調和的一個狀態 有好的一個事業 但沒有好的身體 那都沒有沒有辦法有這個福分 去享受你的成就 但關鍵在於說 我們創造我們自己的未來 創造我們的成就過程當中 怎麼樣讓自己維持在一個很高昂的一個狀態 很這個有這個效率有生產力的一個狀態 就是這一個篇章要告訴我們 所以呢他首先告訴我們是快而不及 很特別喔 他不是教我們怎麼樣快速的做很多的事情 而是教我們喔 其實很多事情很多任務 你能不能用一個這個有效率的方式一樣把它完成 但是你的心態上卻是不及的 我們常常發現喔 就好像是 有一句廣告表語常說的 十次車禍九次快嘛 所以呢 這個有時候喔 與其說是快的問題 倒不是急的問題 當你做一件事情很熟悉的時候 其實你會做的快是正常的 但是為什麼有時候我們會砸鍋呢 就是因為我們心太急了 所以他這邊特別提到一個叫冷靜經歷 經歷有兩種 一種叫冷靜經歷 一種叫緊張經歷 如果我們都是用緊張經歷的話 自然而然我們會常常處在一種很耗能量的狀態 但是呢 什麼是冷靜經歷呢 他就是說 我們需要的是一種簡化流暢有效的方式 就像汽車的加速轉動裝置一樣 在減少緊張壓力與提高能力的同時 能夠行動更快 所以呢 這就是冷靜經歷所提的 欸 能夠減少緊張壓力還能夠提高能力 還能行動更快 那能不能做到呢 答案是肯定的喔 他這邊提出幾個建議 他說 當我們每天忙碌於一些例行事務 當我們經歷衰退的時候 這個時候並不是勉強自己在思考更多的事情 而是呢 減少思考 當你真的身體告訴你的 這個能量已經在降低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要做適當的休息跟換檔 怎麼說呢 有很多人以為不停的工作可以趕上進度 其實這是一種錯覺 有一項研究調查估計 每個人在這一生當中至少有35個小時 未完成工作在等著 所以呢 我們永遠也趕得上所謂的進度 所以呢 因為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當你發現你的經歷真的減退 與其你在那邊硬撐而撐的是沒有效率的 那為什麼不給自己換檔一下呢 先減少自己的思考 然後呢 整裝代發重新再出發 那這時候我相信會更有效率 除此之外 他還提到一個東西 既然當經歷衰退 減少思考 那減少思考的時候 在做什麼事呢 這個時候就是做一個暫停 跟小事休息的部分 那暫停跟小氣 它提出七個 你在暫停跟小氣的時候 應該可以做的事情 對你會很有幫助 第一個 養成深呼吸的習慣 讓自己身體的這個含氧量提高 第二個 調整視野及看看明亮的地方 那這個對自己的心胸的開闊是很有幫助的 第三個 重新調整姿勢與鬆弛筋骨 第四個 喝一些冰水提升自己的精神 那當然如果從東方的角度來看的話 喝冰水好像不是很健康啦 那各位細節的話可以看這本書 因為它每一個點都有一個篇章 說得非常的清楚 我導讀的部分就跟你帶過一下 第五個 事實的幽默一下 幽默是讓你去激活你的腦細胞 激活你創意的最好方法 第六個 想辦法增加你的靈感 比如說呢 有時候有一些東西充滿回憶的 有些人就喜歡在自己的辦公室 放自己最值愛家人的照片 或者是自己充滿一些回憶的一些紀念品 那這些都是可以增加你靈感的一個方式 第七個 聰明的飲食 那飲食的部分 對於你的精氣神的一個影響 就是自然不在話下的 當然啦 隨著快而不及呢 它除了我們剛剛說 當精力衰減 減少思考 暫停和小氣之外呢 它告訴我們 其實你要讓自己每天都有美好的開始 如果你每天都有一個美好的開始的話 那自然而然 你的精力 你的這個能力 比較容易發揮出來 這是絕對可以預期的 它這邊提出四個建議 第一個呢 叫做呢 不要在刺耳的鬧鐘聲當中清醒 其實呢 現在很多音響都有設定這個定時嘛 你可以呢 在裡面喔 先放好一些比較 比如說鋼琴的演奏 古典音樂等等的 讓你在悠揚的樂聲當中清醒 那你一天的一個精力都比較容易維持 比較不會讓自己在緊張的狀態之下 而匆匆忙忙的起床 第二個呢 每天呢 起床的第一件事 如果呢你有自然光灑進你的這個房間是最好 如果沒有的話你一定要開燈 因為明亮對於人的一個細胞 跟腦部的運作是很有幫助的 第三個 做十分鐘的柔軟體操 舒服一下你的筋骨 第四個 享受一頓營養早餐 早餐一定要吃 好不好 第八個篇章 熱情是開發潛能的必要元素 熱情這個話題喔 如果你都有在聽閱讀經驗會的話 其實呢 談的非常非常多啦 因為 這個不是 這好像是英雄所見略童吧 導讀了這麼多書籍 其實 只要談到有關於人怎麼發揮自己的潛能 一定會談到這個話題 所以呢 這邊的話呢 作者他還整理了出幾個熱情的點喔 他說 你有沒有為你的理想努力不懈呢 你對你熱愛的事物有沒有下功夫呢 你最感興趣的是什麼 你有沒有在日常生活當中加一些熱情 更重要的一點是 你有沒有隨身攜帶筆記本 把你的靈感想法創意計畫 無時無刻隨時隨地的把它記錄下來 有一句話喔 好記性不如爛筆頭啦 很多人呢 太相信自己的腦袋 但是呢 往往你的腦袋喔 往往都會讓你在 關鍵時刻想要什麼資料的時候 你總是當機塞在那裡 所以呢各位 有時候把它記錄下來 因為你記錄下來 紀錄的過程 你就會再整理思考一次 當你呢 再把你的筆記拿出來 review的過程當中 你會更明確的定向跟定位 不會讓你的時間 花在一些無謂的事情上面 第九個 第九個篇章 他的標題定的很特別 他說 發射你家後院的火箭 這什麼意思呢 他說 每個人呢 其實都有獨特的天賦 那這個部分呢 他其實用發射這個火箭 當作一個隱喻啦 就是說發射火箭 讓自己的夢想 讓自己的能力升空啦 是這個意思 所以呢 那為什麼說 在你家後院呢 因為這個往往是 別人沒看到 你自己知道的 你家後院不會每天 沒事讓人逛來逛去的吧 對不對 所以呢 他說 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天賦 只是說 我們太過於專注 矯正自己的弱點 而忽略發展自己的長處 就好像是一個圓釘 花大部分的心力 和時間在拔草 但是卻沒有照顧植物 以至於呢 培養不出一座好花園 所以呢 切記一件事喔 我們的教育常常教我們 要定證錯誤 但是從來沒有教我們 發揮自己的優勢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有意識的 去了解自己的優勢 並且去發揮它 因為呢 你的技能呢 你會什麼事情 只是顯示你 是不是有能力做這件事情 但是呢 你的天賦 會顯示你做得多好 和是否經常做 各位 有沒有一些事情 是你做得很好 而且經常做的呢 仔細的觀察自己 對你會很有幫助 常常有時候呢 我們往往是看 看別人看得很清楚 但看自己看得很模糊 原因很簡單 並不是因為我們 真的看自己不清楚 而是你花太少的時間 看自己 跟自己對話 所以呢 那請聽自己的聲音 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呢 話說回來 我們在人生當中 總是有些事情 是我們一定要面對的 就是你走到哪裡 都有必修的課題 往往那個必修課題 是同樣的 並不代表你換環境 換工作 那個課題就不用去修 這也就是所謂的一個弱點 那你如何面對你的弱點呢 有些弱點其實是 你必須一定要具備 就像學校的一個必修學分 你至少要60分及格一樣的 所以這時候面對這些事情 比如說像人際關係 比如說像你自己的EQ 這些都叫做必修學分 那這個時候 如果你對於面對這些東西 沒辦法做得很好的話 有些解決方案跟策略 可以提供給你當作建議 比如說第一個 制定資源的措施 有時候呢 我記得我們之前有導讀一本書 《員工不教誰知過》 它裡面就有提到 其實有些部分 你也不用大費周章去上很多課 它往往只需要一個提醒的系統 就像我自己每天 在睡前我都有兩本筆記本 一本筆記本呢 是記錄自己 在這一天當中 做得好的一件事情 記錄一件就好 第二本呢 是想一想 在這一天當中 有哪一件事情是我做不好 也是寫一件就好 那你有這樣的一個 像我自己 對於這樣的一個 支援措施 對我的受用就非常大 因為當你每天想到 在你睡覺之前 你一定要堅持記錄下自己 今天幹了什麼 好事跟壞事的時候 好像呢 當你在這一天的過程當中 要幹好事的時候 會特別起勁 但突然想幹壞事的時候 就會常常會有一個警報器 在自己的腦中想起來 讓自己不要太誇張這樣子 好 那自訂資源措施 每個人不一樣 你可以為自己設定 第二個呢 就叫做尋找一位 可以補強的夥伴 有時候呢 你有些弱點呢 是可以找人去互補的 現在是打群架的時代嘛 你不一定是實相全能 再來呢 第三個 為自己換一個 更適合自己的角色 有時候呢 你是不是 在一個 你很痛苦 而且也不喜歡的 工作崗位上 堅持他一輩子呢 其實我們都知道 我們不想要上一輩子的班 但為什麼大多數人 一輩子都在上班呢 原因很簡單嘛 因為他從來沒有去想 什麼適合自己 所以自然而然 他沒有具備 有轉換的能力或權力啊 好 發生你家後院 發生你家後院的火箭 那最後呢 他告訴我們 把更多的潛能 發展更多的專長 你的能力 你的時間 你的精力 應該是用在發揮專長 而不是在改正弱點上面 好 第十個篇章 第十個篇章 談的是 讓你的生命說話 在美國 有一個 這個教派 教會 叫貴格會 的教徒 他們有一段 有一句流傳已久的話 是這麼說的 他說 讓你的生命說話 如果你在生命當中 一再勇於承諾 忠於承諾 就會實現了這種境界 你是不是在生命當中 很多時候你不敢承諾 你也不忠於承諾呢 你也知道有些事情 你應該做 但是你為什麼 就不敢說 我要做 我在什麼時候要做好 那這個時候呢 你的生命是沒有任何能量 沒有任何感動 沒有任何力量的 一個沒有能量 一個沒有感動 一個沒有力量的生命 你何來 能夠擁有精力 更避論我們低段語音檔所談的 讓別人信任你 讓你自己信任自己呢 所以呢 各位 讓你的生命說話 你必須要做到四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相信自己有能力改變情況 你相信能改變現況嗎 第二個 對自己將做的事情 明確的承諾 明確 明確 明確很重要 因為明確會帶來力量 好 第三個 實踐你的承諾 第四個 即使沒辦法掌控 也要對承諾負責任 我們知道 當你實踐承諾的過程中 沒有人能保證你的承諾 一定能夠被實現 但是呢 如果你不願意負責任的話 不管你的承諾沒有實現 那即將你生命 就會得到最大的損失 但是呢 一旦你願意負那個責任 人生不是得到就是學到 沒有得到 你至少還是學到了 好 在這個部分呢 他最後提醒我們 克盡自己的最大努力 責任呢 來自於每個人內心 而不是外界加諸的 你是不是真的 發揮你的潛能 你問你自己 你是不是真的 發揮你生命的能量 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對自己負責任 你的成就 你的貢獻 不是為別人交代 而是交代你自己 第十一個篇章 不要忽略小事 他這邊小事 特別括號強調起來 中國人有一句話說 物以善小而不為 物以惡小而為之 我們常常有時候 因為一些小事是好的 而沒去做 也因為一些小事 因為有一些小事 是這個不好的小事 而就去做它 那這個時候呢 常常會造成 我們生命當中 我們力量沒辦法集中 因為呢 在大多數的情況之下 破壞我們能力 扼殺我們 扼殺我們的憤怒和主動力 在大多數的狀況喔 其實我們能力被破壞 我們的這個 扼殺我們的這個經歷 其實都是很容易發生的一些事 而且這些都是一些我們忽視的小事 今年累月下來 這些小事 引發人們最糟的情緒 並且破壞彼此的關係 比如說呢 你有沒有可能 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 就跟你的老婆吵架 就湊了一張臉 對不對 每天呢總是煩惱一些 特定固定的事情 所以呢這些事情喔 你要去留意喔 那些具有影響力的小事 那些小事是怎麼樣 讓你自己 破壞你自己一天的心情 與破壞你跟別人的關係 並且呢 留意哪些小事 令你抓狂 哪些小事令你開懷 把開懷的事情留下 把抓狂的事情喔 運用一些方法跟策略 去把它做轉化 當然啊 最重要的一點是 你要處處的汲取靈感與啟事 生命當中呢 一花一草其實呢 都有生命的哲學 這些哲學當中 你觀察到的 那你就是有生命當中 進一步的體悟 所以呢 不要因為這些小事 譬如說 你的小朋友 一句同言同語 跟你的要求 你的呢 這個 你的 其實我覺得 常常可以從很多 同言同語當中 得到很多生命當中的體會 因為小朋友是最真實 也最有智慧的哲學家 但是常常我們有時候會說 啊小孩子嘛 對不對 就是那種比較輕蔑的感覺 而忘記了一件事 其實是我們自己 已經沒有赤子之心了 好 最後呢 艾莫森在這邊 作者呢 提出艾莫森一句話 他說 只有你能夠為自己帶來平靜 所以呢千萬記得 不要為芝麻綠豆大的事情煩心 但是呢 第二個 第二句話是 天底下所有的事情 都是芝麻綠豆大的事情 這個是我在一本書上面看到的 這叫做快樂生活的原則 第一點不要為芝麻綠豆大的事情煩心 第二點 天底下所有的事情都是芝麻綠豆大的事情 好 在經歷的最後一個篇章 作者呢 告訴我們回歸家庭價值 重視家庭生活 有時候你的冷靜精力 之所以沒辦法發揮 是因為你生命的不平衡 你生命的不平衡 就是因為怎麼樣 你可能過度偏重於某些事情 某些任務 而我們都不能否認的是 親情家庭 這些東西 是不是需要我們的經營 但是我們卻花太少錢經營 當你生命 只剩下三個月的時候 這時候你腦子想的 不是如何賺錢 你腦子想的 在這三個月當中 你要如何 感謝你應該感謝的 陪伴你應該陪伴的 做一些 你生命當中該做的事 這些往往 又是跟你的錢 是無關的 所以呢 麻煩你回歸家庭生活 不論你多忙碌 他這邊就舉到一個 他跟小時候跟他祖父 互動的一個過程 他跟祖父有一次喔 在這個 在這個 在說話吧 好像在工作的情境上 在說話 那這個時候呢 祖父在操作一個 這個運轉的磨刀機 那我們知道 磨刀機這種 這種那個 殺輪啊 在跟那個刀片在摩擦的時候 都很大的一個噪音嘛 那這個時候呢 他們彼此齁 就是 祖父呢 也聽不清楚 這個 這個作者 說了些什麼 而作者呢 說起話來 要喊很大聲 很吃力 結果呢 兩方面都很挫折 結果呢 這個時候呢 祖父齁 就直接把那個磨刀機 的插頭 直接拔掉 並且呢 看著我們的 Robert Cooper先生喔 直接告訴他 當有一件事情 正漸漸的磨損你的時候 你必須知道 何時把插頭拔掉 其實我發現 有時候我們呢 在生命當中 被一些工作啊 等等 不斷磨損我們自己 其實我們根本沒有 把插頭拔掉 以至於我們根本 沒辦法回歸家庭生活 我們覺得自己 像陀螺一樣 不斷地在運轉 不斷地在轉啊 轉啊轉啊轉 不斷地在磨損自己 生命的經歷跟潛能 所以 重視家庭生活 是很重要的 這邊呢 這邊呢 作者就特別問我們幾個問題 他就說 你每天回到家之後 還有哪一個部分的你 其實沒有回到家 可能是細微 但是很重要的部分 比如說你的幽默感 並沒有回家 或是呢 在你還沒有變成如此忙碌之前 愛開玩笑的習慣 所以呢 各位朋友 有時候呢 當你回家 麻煩把你的工作 就放在你的家門外吧 你回到家 就終於 你跟家人之間的相處 那最後呢 在重視家庭生活 他告訴我們幾個建議 可以呢 幫助我們每一天 多注入一些活力的一些建議 第一個呢 調整行程 以同步配合家人的行程 如果呢 彼此的行程都對不起來 那怎麼樣培養感情呢 第二個 養成重要的事情 打電話回家的習慣 第三個 讓你的心先回到家 人再回到家 第四個 改變進家門的方式 千萬記得齁 不管你在家門外 受到什麼委屈跟挫折 不要把那個委屈跟挫折 帶回家 你在外面是沉重的腳步 麻煩回到家之後呢 家是你最需要關懷的地方 千萬記得喔 第五個 晚餐前呢 先吃點零食 為什麼呢 因為當 通常有時候回家的時候 血糖比較低 情緒容易暴躁 結果呢 你把你最高昂的性質 留在你的白天 但是回家之後呢 血糖低暴躁 留給你的家人 那對家人其實是很不公平的 第六個 當你吃完晚餐之後起身走動 這個呢 一方面舒服你的筋骨 二方面呢 可以讓你晚上的睡眠品質比較好 讓你每天都有一個比較好的精神跟開始 第七個 你可以跟你的家人說說今天最有趣的事情 因為呢分享才會造成一個所謂的共識 這樣的共識才會讓彼此的關係更親近 好所以呢 這是我們第二段語音檔前半的部分 後半的部分就談到它第三個內容 第三段 除了信賴 除了所謂的這個經歷之外呢 接下來就要談所謂的遠見囉 越來越深入了 遠見 總共橫跨第13到第19篇章 我們先來看13篇 13篇它的標題是完成最大的夢想 遠見的來源呢來自於我們的夢想 如果呢我們沒有夢想是不會有這個遠見的 而遠見是需要去行動執行的 所以呢在第三段語音檔當中 我們會說要膽識 膽識就是怎麼去實踐的遠見 但這個遠見要怎麼開始呢 你有什麼夢想呢 所以呢這邊有一句話喔 各位可以問問我們自己 也可以問問你身旁的朋友 有什麼夢想大到只有你的心 而不是你的腦袋 可以擁抱它的呢 是用你的感受 用你的心去擁抱 不是用你的腦袋 這時候呢作者又回想到 他的祖父 告訴他的一句話 他說 他祖父告訴他說 小計畫沒有使你血液沸騰的力量 各位你有沒有感覺到 那種熱血沸騰的感覺 為一消德人憔悴 一代健康終不悔 就是為了要完成一件事情 如果你只是小計畫 小目標 那說實在你根本不會有這樣的力量的 更不要說你有什麼遠見可以去達成 所以呢 你要以澄清的心思考 更寬廣的一個景象 你的生命本來就很有潛能 就如同他書本所說的另外的90% 大多數你的潛能是沒有發揮的 而且呢 讓你的行動配合你的大夢想 千萬記得喔 不要只當一個夢想家 要當一個實踐家 而且更重要一點是 當你在完成最大夢想 在資羅夢想的過程當中 你要去不斷地問 為何不 Why not 為什麼不行呢 因為呢 大多數時候當我們分享夢想的時候 身旁的人可能會跟我們說 哎呀 務實一點啦 不要想那麼多啦 但是問題是 難道真的是這樣嗎 世界真的是 由那種所謂的 告訴你不要想那麼多人來創造 還是真的勇於夢想人在創造呢 所以呢 你心裡是有答案的喔 有一本書叫重新想像的作者Peters 那這本書呢 我自己本身有買 也看過了 非常大的一本書 一本要一千多塊 那 這個我還在想說齁 什麼時候能鼓起勇氣來跟各位導讀這本 這本巨著呢 好 題外話齁 這個Peters他說 我不希望將來我的木字名上面寫著 他本來可以追求一生中的一些大夢想 但別人阻止了他 各位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齁 當你有一天 合上雙眼 離開這個世界 離開了你人生的舞台的時候 這個時候 你會不會後悔 你本來有一些大夢想 但是因為別人阻止你了呢 但講這句話對嗎 是別人阻止你嗎 如果你不願意被阻止 請問有誰能阻止你呢 這很重要喔 千萬記得 不要讓別人偷走你的夢想 好 那當然 剛剛提到的作者的祖父 這時候呢 他外祖父又跳出來了 外祖父呢 最喜歡問作者說 你要做的事情 他值得你花費生命力嗎 任何事情 問自己 他值得你花費生命力嗎 如果他不值得的話 你為什麼要浪費時間 自己騙自己呢 好 第十四個篇章 高瞻遠足 許多人喔 常常說希望能夠洞悉未來 但是呢 在洞悉未來之前 我們必須先洞悉自己 當你要去追求更高更遠的夢想 跟理想的時候 你要先了解你自己 當你了解自己之後呢 為自己擬定一個長遠的視野 去檢討你的過去 過去的教訓 回想他 去檢討他 去規劃你的未來 去思考你未來的可能性 你期望達到什麼成果 但是更重要一點是 一個人如果不檢討過去 他即將會犯同樣的錯 一個人如果不規劃未來 他也沒有動力去做任何改變 但是關鍵中的關鍵就是現在 你現在做了些什麼 如果你現在沒有做些 對你的過去檢討 跟未來發展有幫助的事情的話 那這些高瞻遠足 只是不切實際的空談而已 所以呢各位 這是我們都要特別注意的喔 第十五個篇章 真實面對這個世界 真實面對這個世界 他舉了一個讓人 我覺得還蠻感動的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是喔 有六位美國海軍陸戰隊的隊員 在愛沃吉馬島 的這個地方 舉起美國國旗 那這個可能你一時半刻 沒辦法聯想 他到底在說什麼 其實很簡單 各位喔 你如果有去 譬如說 青年活動中心啊什麼 就是那種 比較像是那種 跟青年活動中心 或者像軍事 就跟這個 這個軍 軍事有關的一些 地點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 有時候 有些地方會有一個雕塑 就是六個 六個軍人有沒有 他在撐起一面國旗 就大家這種 在很艱困的環境 在堅持把 六個軍人 堅持把國旗撐起來 他就是在講這個 這個 這件事情喔 其實是真實的事情 是實際發生在這個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那這個東西 其實呢 很多人受到這個 精神的感動 那這樣的精神 就是真實的 面對這個世界 這麼特別的一個景象 這麼特別的姿態 顯示的不是 身體的平衡 或者是立正站直 他們還代表 心理與情緒的平衡 其實就是展現 人的某種精神 你有沒有展現出 你身為一個人的 某種精神呢 這就是你 對於面對這個世界 真實感嘛 如果你覺得 你每天都是 魂魂惡惡 那你根本沒有所謂的真實感 真實感就是 有所作為 有所貢獻 有人可愛 不是嗎 所以呢 一個人的舉止行為 造就了他的命運 在我們之前 導讀過的書 也說過這句話 一剛開始一個人 養成習慣 後來習慣養成這個人 所以呢 你有什麼舉止 你有什麼行為 決定你有什麼命運 當然 他這邊講到一個小技巧 這個很實用的 就是說 你怎麼樣輕鬆 挺直腰桿的五個要點 你如果每天肩膀是下垂 垂直都喪氣 那你不要說你怎麼真實面對這個世界 這五個要點呢 各位如果想詳細看的話 可以親自翻書 那我就標題的部分跟各位做分享 他說首先你要把你的頭抬高 第二個你要端正自己的頸部 第三個 肩膀放平 擴張胸膛 不要這個胸膛是縮著的 第四個 調整自己的下腹 背拔挺直 第五個 鬆弛僵硬繃緊的地方 要學會放鬆的一些練習 其實呢 現在很多的這個坊間一些書籍 都會教我們一些放鬆的訓練 各位也可以做參考 好 遠見的第十六個篇章 不理性的懷抱希望 欸這很特別喔 其實往往呢 雖千萬人無往以這種精神 就是當別人都不相信的時候 你依然相信 所以呢如果客觀來看的話 這其實是一個蠻不理性的事情喔 但是呢 你為什麼還是會不理性的懷抱希望 因為你所相信你自己的遠見 和你所相信的事情 所以呢 要怎麼樣讓自己不理性的懷抱希望呢 第一個 避免大腦專注負面於小事情 這很重要 這也讓我想到一件事情 我記得從A到A家 當中呢 有說到一個故事 叫做史托克戴爾的吊詭嗎 也是在說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 這個就是 他是做一個這個 史托克戴爾的吊詭 史托克戴爾先生 他本身是一個軍官啊 將軍啊 他那個時候 越戰的時候被俘虜嘛 的一個 他去談這樣的一個 談這樣一個 在俘虜這麼絕望的環境之下 怎麼樣 他要保持希望 然後讓他能夠 安然的度過這個 被俘虜的這段時間 那我們知道有一個 很有名的心理治療的一個 的一個大師啊 叫Franco 那他也是在 德國喔 那個時候 這個二次世界大人 在集中營當中 目睹了自己的 至親好友 一的死亡 但他怎麼樣 撐過來 走過來的一些故事 雖然這些都是 不理性的懷抱希望 所有人都覺得 必死無疑的時候 他們為什麼能夠活下來 就是因為他們具備這樣的特質 那當然啦 我們要怎麼樣 讓自己 不理性的懷抱希望呢 他這邊舉了一個比喻 叫做 望遠鏡 與顯微鏡之間 我們生活當中的工作 大多數的內容 都跟細節有關 所以呢 要留意自己是否 被過度的小事 所操縱 所困擾 這很重要 有時候呢 我們每天都用顯微鏡 看一些很龐之末節的東西 但忘記拿個望遠鏡 看看我們遠方 真正要做的目標 當你呢 隨時隨地的能切換你的角度 當你在特定任務 需要顯微鏡 你拿出你的顯微鏡 是OK的 但是呢 你永遠沒有忘記你的望遠鏡 看到那個景象 和你要到達的目標 這個時候呢 你就能夠實時的 保持自己的希望 和保持自己的目標感 第十七二篇章 長寶赤子之心 英國詩人 英國詩人的 英國有位詩人叫這個拜倫 他在詩中寫道 歲月好弱手腳力氣 也侵蝕靈魂之火 也就是說 很多人年紀越大 越活越僵化 越活越沒有赤子之心 他的那顆赤子之心 被很多世俗 社會化的過程當中 所蒙蔽 所包覆了 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所認識 所知道的很多天才 他們都是保持赤子之心的 這很重要 因為我們的生命 不是成長就是凋零 這多半是一個選擇 不是註定的命運 當你保持赤子之心 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看 這邊作者呢 延續下一句說 天才長寶赤子之心 這也呼應到 剛剛所提的 拜倫所提到的那段詩句 那天才呢 他常常都 他常常 這個在很多創意當中 會有與眾不同的一個發揮 他就是給我們一個啟示 說我們的生命 不是成長就是凋零 這多半是一個選擇 不是註定的命運 常有時候很多人覺得說 哎呀我老了啊等等的 其實這些東西 生命是選擇的結果 不是命中註定的 你可以年紀很大 但是呢跟你不能探索新事物 這是完全兩碼子的事 所以要怎麼樣讓我們 實時保持赤子之心呢 多善用你的感覺吧 因為呢當你的感覺 感覺經驗越豐富 老化的速度就越緩慢 我看到很多退休的人 退休之後就每天待在家裡 那當然很快的就會 不斷的老化 不斷的凋零 甚至於很快會過世 但有些人呢 退休之後的生活 比他退休之前 更多才多姿 那這時候呢 你會發現喔 他其實是因為退休還越活越年輕 為什麼 因為他不斷的有接受新的刺激 跟新的一個體會 有哪些方法可以延緩老化速度呢 他這邊提到三個 第一個 提高你的感覺意識 第二個 多看看大自然 第三個 事實充滿好奇心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 不管你有沒有退休 多閱讀 多看 多聽 多詢問 多了解 多參與 多接觸 對你一定很有幫助 那其實呢 在這個篇章當中 他最後有提到 有哪些部分呢 可以呢 讓我們永遠不需要長大般的 享受生活的樂趣 永遠不需要長大般的享受生活的樂趣 不是說不負責任 而是讓我們鮮活我們自己的思維 讓我們自己能夠更具備赤子之心 各位可以想想看 你有沒有做一些只是為了好玩的事情呢 不要做什麼事情都要那麼有目的性嘛 讓自己只是為了好玩 往往能夠刺激你很多的創意 再來呢 在你生活當中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地方 比如說冰箱上面 你是不是有貼一些智慧的話語 或者笑話 你每天的生活總是會接觸到這些東西 但是呢 你因為這些動作 是不是讓你重新充電呢 再來呢 不要因為沒有完成所有的事情 而產生罪惡感 其實呢 你要問你自己是不是盡力了 因為所有的事情 就像我們前面所提到的 生命當中喔 一定會有35個小時左右的事情 是沒辦法完成的 所以呢 不需要因為那樣子 有罪惡感 因為進度永遠是趕不上的 那你的幽默感呢 你有沒有以幽默感 天真家庭的趣味 讓你的家 時時刻刻充滿歡笑 那你就會更有創意 更有赤子之心 更有遠見 最重要的一點是 了解什麼事情 最能夠引起 至愛的人歡笑 並且經常做這樣的事情 還有呢 收集幽默的事物 好 那這個是第17個篇章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18個篇章 第18個篇章說的是 為被漠視的理想而奮動 這邊呢 只講一件事 這件事情就是什麼呢 相信你可以產生影響力 很多時候呢 我們為什麼沒有辦法 堅持我們的理想 甚至我們理想是被漠視的 老實說啦 剛開始呢 你要創造趨勢 你要創造未來 剛開始很多時候 總是怎麼樣 總是別人沒有看到的嘛 如果你做的事情 說大家都已經公認了 那你的空間跟舞台 已經是相對的已經是沒有了 所以呢 就是因為你掌握了機會 所以剛開始 就是因為大多數人看不懂 所以才有你發揮的空間 但是呢 如果你不相信 自己可以產生影響力 不管你多麼年輕 不管你多麼沒有經驗 不管呢 你的條件多麼的差 千萬記得一件事情喔 關鍵在於你相不相信你自己 如果你相信的話 很多事情很多故事 就會這麼一步一腳印的 成為你生命當中的事實 跟自己生命當中成就的徽章 第十九的篇章 懂得如何放空 當我們在知羅遠見 實踐遠見的過程當中 其實有時候要學習放空 要學習真正什麼都不做 但是卻沒有內疚感 那這當然啦 很重要一點是 他不是告訴你 每天乾脆什麼事不要做 也不用內疚感 這叫做無恥好不好 而是說啊 其實呢 在你生命的過程當中 如果你在前面 在信賴 在所謂的這個 信賴跟所謂的經歷的部分 你都去落實的時候 你真的真實誠實的 聽自己的聲音 面對自己的生命的時候 這時候有時候你要懂得 把自己放空 放空呢 叫做重新整理 調整自己的腳步 抽高自己的視野 看看自己到底在做什麼 或做什麼最有意義 所以呢 怎麼樣放空呢 要學習放空 這邊他提出一個 放空備忘錄 他提出六個 這個六個 六個方式喔 可以讓我們呢 放空 放空重新調整 重新了解 自己的大方向 第一個呢 他這次有步驟 第一步驟 叫你要先忘記時間 就是說呢 要先把這個時間感先拿掉 先讓自己完全沉浸在自己的 放空裡面 自己的一個 空的一個思緒裡面 第二個呢 關閉外面的世界 你不要 你不要說喔 你在辦公室裡面放空 結果呢 一下電話來 一下手機來 你這個怎麼放空呢 所以呢 關閉外面的世界 杜絕干擾 第三個呢 迎向空靈 讓自己處於一種 就是自然而然 我們上 有些人會靜坐啊 各方面 就是讓自己擺在一個 自然而然流動的狀態 第四個呢 你可以想想有趣的事情 因為呢 你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其實 你是完全抽離掉你的這個工作啊 任務等等 往往 等你再回頭來看 你就有更多 更不一樣的一個觀點跟角度 第五個呢 想像呢 躲在自己最喜歡的地方 什麼事都不做 去感受那樣的感覺 第六個 看大景象 拉大自己的視野 同樣的 自己內心的視野 就能夠被拉大 那這幾個部分喔 我在就標題的部分 跟各位做分享 細節的部分 我真的很希望 各位可以親自買這本書來看 我相信 對你會很有幫助 那我們的第二段語音檔 就到這邊 感謝各位的聆聽 希望各位跟我們一起推動 書箱社會 閱讀人生 再會 各位閱讀經營會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歐伊亞科技教育總監凱宇 接下來呢 進入我們第三段語音檔 另外的90% 那他這第三段語音檔當中呢 談的是他第四個單元 叫膽識 在上一段語音檔的最後 我們提的是 遠見的部分 當你有了遠見之後 怎麼樣去實踐的遠見 讓你的遠見成為 你的這個實踐出來的一個結果 那這就是膽識 要所談的東西 那他膽識的部分 橫跨他的第二十個篇章 一直到最後二十六篇章 我們來看看他說了些什麼 隨著膽識啊 第二十篇章說的是 勇於實現的精神 對於很多事情喔 當你有一個想法之後 你有沒有勇氣去落實它呢 這是很重要 那為什麼很多人不敢去落實它呢 其實呢 是不是有些觀念 有些角度沒有調整好 這邊呢 作者給我們幾個建議 他說喔 其實生命就是一座實驗室 盡量放膽去實驗 因為呢 你永遠沒有去操作那些實驗 你永遠得不出結果 你去實驗 至少你可以有得到結果的機會 更重要一點是喔 面對眼前的挑戰 不要逃避它 當你養成了逃避的習慣之後 其實日後不管一個任務 再怎麼輕鬆 再怎麼簡單 你都會逃避 而且呢 往往逃避就會讓你日後 不斷的後悔 不斷的說早知道 不斷的說 本來可以怎麼樣 那其實這生命當中 去講這些後悔的話 喪氣的話 是對我們一點幫助的沒有 既然可以預見未來 如果我們去逃避的話 不去面對的話 都有可能造成這個結果 那你為什麼不今天 就試著去面對呢 所以呢 重新燃起對生命的希望 對未來 當你有遠見之後 其實你的實踐 不管結果如何 只會越來越肯定 你自己所要面對的事情 當一個人習慣逃避之後 那逃避就成了他生命當中 的一個唯一面對困難的方法 我們知道 面對困難解決問題 他的方法很多 逃避是其中之一 但是他是其中最爛的方法 請你不要選擇這個方法 所以呢 生命是隨著一個人的勇氣多寡 而擴張或萎縮 你有沒有勇氣呢 你有沒有用你的勇氣 去擴張你生命的潛能呢 這個部分就是作者要問我們的 他在這一個篇章最後呢 他引用了梭羅的一句話 所以我說什麼呢 他說 請盡你所有學到的知識和技能 你能告訴我如何及何時 進入我們的靈魂嗎 這就讓我想到 我這個上這個劉碧龍教授的 談判課當中 他教談判教育 這個是華人地區的第一把交椅 他說 我可以教所有的學員如何談判 好 但是呢 會何時 那這個就沒有辦法教 這需要你體會 因為好靠的是學習 靠的是技巧 但是會呢 靠的是智慧 所以呢 勇於實現的精神 這個很重要 你所得的知識跟技能 這個證明了你會做這件事情 但是呢 如何做 何時做 然後呢 怎麼樣堅持下去做 那這就挑戰考驗你的智慧了 讓自己成為一個有智慧的人吧 第二十一個篇章叫做 畫危機為轉機 當我們在實踐夢想的過程當中 一定有可能會碰到一些危機狀態 那我們怎麼面對這些危機狀態 甚至於成為我們的契機跟轉機呢 他這邊做了一件事情喔 我記得我們之前語音導演有提到這個 史托克帶有吊詭啊 越戰戰斧的研究 他這邊就再次的引用越戰戰斧的研究 他研究為什麼有些戰斧 當他被俘虜之後呢 他一樣呢 可以保持他自己的精神 身體的一個狀況 一直到他被救出來 但為什麼有些戰斧呢 他被俘虜之後不久就崩潰 自殺或者是這個撐不下去 他發現喔 那些能夠撐得過來的這些戰斧 他們都有一些共同的特性 我來這邊跟各位做分享 這些特性包含 不投降或放棄自己的精神與勇氣 第二個特性是 不管狀況多糟 都能夠掌控自己的言行或思想 這就是說 得意不忘形 失意不變形啊 就是這個意思 好 第三個 對自己的受難與痛苦 賦予某種程度的意義 也就是說 他可能會覺得說 他自己受這個苦 是為了捍衛這個自由民主的 精神 所以呢 這是過程中必須付出的代價 那這時候他就比較能夠堅持下去 第四個呢 每天專注在正面的事情上面 第五個 保持強烈的鬥志和清純目標 而且誓言熬過失戀 所以呢 各位 你有沒有發現喔 雖然我們呢 沒有像是這個戰俘一樣 這麼悲慘啊 但是呢這些精神 確實可以給我們很大的引導作用 生命當中總是會碰到一些不如我們意的事情 但是呢 當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保持我們自己呢 我們怎麼樣等待 我們怎麼樣堅持我們的信念 等待到實際來臨呢 所以這是很重要喔 接下來呢 化為機會轉經 他進一步的提到 我們怎麼樣化逆境為助力 我們說喔 真正厲害的叫做 化阻力為助力嘛 他這邊說出了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步驟一 在壓力下保持冷靜 還記得不記得在經歷的當中 經歷的那個部分 他提到冷靜經歷的部分呢 所以呢 這邊再次的引用 在壓力的狀況之下 你越能保持冷靜 你越能夠去判斷 自己應該做什麼事和怎麼做 這就是喔 很多的研究發現喔 比如說在火場當中 這個火災的時候 為什麼有些人跑出來 有些人很快的就這個 上升於火箱喔 那這就是冷靜 造成一個很大的不同的結果 那怎麼樣保持冷靜呢 他說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保持呼吸的順暢 有時候當我們很緊張的時候 其實第一件事情就是深呼吸 讓我們呢 保持這個身體的帶氧量提高 那這時候呢 你的情緒比較容易舒緩 才能夠去思考進一步的事情 第二個呢 眼睛去放輕鬆 試著把眼睛閉起來 試著去放鬆自己的眼睛 那這個時候你就比較容易保持冷靜 第三個呢 舒緩繃緊的肌肉 做一些按摩的 等等的 第四個 留意事件的獨特性 就是說喔 當你這個壓力產生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把 把這個壓力事件 類推成為我們過去所遭遇到的 所有不好的事件 但是呢 你有發現其實 你的當下遇到的這一件的壓力事件 它一定有它的獨特性 如果你把它類推到你過去的負面經驗 其實對你是沒有任何幫助的 只會讓你更無法行動而已 這就是喔 在學習樂觀樂觀學習當中 裡面所提到的 這個所謂的喔 這個過去呢 在某件事情上做不好 不代表 你在A這件事情上做不好 都代表你在B這件事情上也會做不好 所以呢 去注意它的獨特性 你會發現A跟B是不一樣的 第五個 改變對時間的看法 那這個東西就是談到 在學習樂觀樂觀學習當中所提到的喔 你過去做不好 不代表你現在做不好 所以呢 你把時間切割開來看 所以呢 這個都能夠幫助你在壓力之下保持冷靜 第二個步驟呢 叫做分析跡象與選擇 比如說幾個問題喔 有沒有跡象顯示 我對接下來 將發生的情況完全無法掌控 你會發現有時候 天下本無事 庸人自老之啊 你去仔細的去思考 我發現喔 其實它根本沒有證據 沒有跡象顯示 它會造成完全無法掌控的情況 第二個問題呢 這個逆境 將對我的工作 或生活的其他部分 造成多大的影響 你會發現喔 它往往想清楚 它就是一個單一事件 你不會因為呢 這個某個報告交不出來 就讓你成為一個不負責任的爸爸 是兩回事 那時候我們很容易 就把它類推起來喔 好 第三個 這個逆境會持續多久 各位 有關於這方面的討論 在我們的上一本書 《逆境桑樹》說的非常多喔 也希望呢各位 可以好好思考看看 可以前後融會貫通整合一下 好 第三個步驟 叫做採取行動 當你保持冷靜 當你分析 即向於選擇之後 最重要的就是採取行動 不行動那你只是 又讓自己退回那種所謂的焦慮狀態 或者是逆境跟阻礙的狀態 那這個部分呢 作者也一樣問了我們兩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我能做什麼 可以掌控一些狀況呢 就有時候喔 我們Do something 只要你能做一些事情 有些狀況 就能夠掌控起來 第二個呢 叫做 我該如何做 避免這個逆境影響到工作和生活 並且縮短逆境的時間 其實這是我們可以控制的 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喔 按照這個步驟 保持冷靜 分析跡象與選擇 接下來採取行動 你會發現喔 其實有時候 有一些逆境 往往是刺激你進步的最大動力 最後呢 在化為機尾轉機的部分 他教我們一些分心的方法 正面的分心方法 也就是說 當你呢 碰到一些壓力狀況的時候 有時候你要懂得善用一些 轉移焦點的技巧 這個就是喔 在我們逆境商書那本書裡面有說的喔 就是轉移注意力嘛 事實的轉移注意力 在 當你轉移注意力 讓你放鬆下來之後 再回頭來看 往往答案就會浮出來 比如說這些方法有呢 比如輕鬆的活動或運動 聽些音樂 照點光線 照點太陽 曬點太陽 然後吃點東西 或喝點飲料 再來呢 找人談一談 重新調整你的期望 寫下來 或者是呢 乾脆呢 直接把這個事情放下來 試著先去幫助其他人 這時候你會回應到 你自己生命當中的一些任務 好 第二十二個篇章 叫埋葬你的水晶球 這個意思很簡單喔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些期望 而這些期望有些是不切實際的 他就把這個不切實際的期望呢 當作是這個水晶球 把它埋葬起來 因為呢 我們常自以為是的 假設自己知道別人的動機 和別人的意圖 但反而欺騙了我們自己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從來不去澄清 別人到底怎麼想 別人到底怎麼認為 甚至有時候一些很單純的事情 我們從來不去問 那你不去問 你永遠沒有答案 你永遠沒有答案 你要怎麼樣能夠去引導別人呢 所以呢 有時候你要去問 你要去拿掉自己的眼鏡 這的確是需要膽識的 因為人通常習慣用自己的認知來騙自己 而不習慣怎麼樣去澄清事實 但你會發現 真正願意澄清事實的人 是充滿影響力跟力量的 這個東西呢 當你發現你要澄清事實的時候 你就要把自己交出來 把自己交出來 對於很多沒有勇氣 沒有膽識的人 會覺得是危險的 因為呢 可能會讓別人看清楚 會幫別人摸影白 但是呢 如果你出發點是正確的 請問 這樣子有什麼關係呢 所以呢 這邊 作者給我們兩個建議 他說 從高處觀察自己 就是說 把自己拉到一個至高點 比如說 你今天困擾的事情 你幻想自己 五年後 你會怎麼看這件事 往往有時候你一看 五年之後你也不會很care 就好像是 你現在不會很care 五年前發生的一些小事情一樣 但是你會發現 五年前的你的那個時候 還蠻care的 所以呢 從高處觀察自己 再來呢 不要假設 多詢問和觀察 這也呼應到我剛剛所講的 詢問跟觀察 這很重要啊 多詢問 多觀察 多去澄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不要用自己的認知 不要用自己的一些無謂的過度推理 在自己騙自己 你所認為的不一定是事實 各位 這很重要 好不好 來 第23個篇章 第23個篇章說的是什麼呢 犀牛的厚皮 與天使的靈魂 欸 這在說什麼 蠻有趣的喔 他用這兩個喔 犀牛的厚皮和天使的靈魂 當作是兩個比方啦 就是呢 你要發揮你生命當中真正的膽識 真正的勇氣 你必須兼具這兩個特質 什麼是犀牛的厚皮呢 犀牛的厚皮指的是喔 有時候我們真的不要太care面子的問題 因為臉皮太薄 會帶給我們很多的問題和麻煩 臉皮越薄呢 我們就越不能坦白率直的說話 或者是面對自我懷疑以及別人的批評 很多人就是因為啊 怕不好意思啦 愛面子啦 怕別人怎麼覺得啦 結果呢 讓自己綁手綁腳 什麼事都不能做 所以呢 這件事有關於這個部分呢 作者給我們幾個建議 他說第一個 不要認為別人的言行是專門針對你 如果有些人說了一些你不大順耳的話的時候 你沒辦法取悅每個人 生活當中難免會遇到你看不順眼的人 不要太在意 好不好 有時候你要做到的事情是創造成果 不是當交計畫 好不好 好第二個 建立你向別人提出最有效反饋意見的模式 就是說 你向別人提出的一些回饋意見的時候 去建立一個有效的反饋意見的一個模式 你怎麼樣去做一些回饋 讓別人感受得到你有了解呢 這個東西要你用心的去建立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人生上很多痛苦的誤會就來自於誤解 就是說你有時候回饋回應一些事情 別人根本沒有感覺你在回應 所以呢這個東西你要去建立 怎麼建立呢 這老話一句 書中有寫 因為呢這個部分我真的希望各位可以自己看 好不好給你做個導演 第三個 儘可能的坦白直言 不要拐彎抹角 第四個 不要試圖照料或者插手他人的掙扎 那不是你的工作 我自己念心理學我很清楚 人生上很多問題是連專業的心理治療工作者 都沒辦法都沒辦法處理的 你如果只是一個朋友 一個上司 一個主管 一個同事 或者是一個 一個可能就是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關心在意某人的人的話 那這時候你要做什麼事呢 不要試圖照料或插手 那個你只需要去支持 在旁邊支持他就好了 因為生命當中有些任務 還真得他自己面對 才能夠得到答案 再來呢 說你自己 誒 說你自己的印象與感言 不要替別人發言 這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替別人發言 不自覺的 說你自己就好了 說自己才有真正的力量 然後呢 寧願為真理而辯論 也不要一味的強調和諧 有些事情該堅持就堅持 這就是犀牛的厚皮嘛 對不對 最後呢 停止八卦由自己做起 好犀牛是什麼樣的動物 皮很厚 這個 有必要的時候 這兇猛起來也很兇猛 有沒有 但是呢你會發現 一般的印象是什麼 它是比較 這個這個這個 蹲厚的有沒有 這個這個是 所以它用犀牛的厚皮 我覺得這隱喻還蠻好的 但是我們說 當你有犀牛厚皮之後呢 你也要能夠發揮天使的靈魂 天使的靈魂是什麼呢 他這邊舉了幾個東西 他說天使不會替你擔憂 但他們相信你 就跟他所說的 你不需要去插手 或者是分擔某些事情 但是呢 你呢 可以去相信別人 可以去支持別人 相信跟支持的力量 會讓有些人生命當中 自己找到自己的答案 再來呢 第二個 天使不會月袍帶阻 也不會取走 我們應該從生命當中 學習到的教訓跟啟示 就好像是你是一個父母親 有時候過度為你的孩子擔憂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生命當中有些事情 有些任務 本來就要他自己去經歷過 才知道 這時候你所需要做的 就是一個 他很好的陪伴者 很好的支持者 他很好的老師 這樣就夠了 好第三個 不論大天使或小天使 他們都很有智慧 也就是說 在你生命當中 其實無時無刻 任何人身上都可以找到一些智慧 你有沒有去發覺呢 第四個 最後一個 天使指引我們 其實呢 你要成為別人的引導者 不要成為什麼 指揮者 其實呢 指揮是會讓所有人 第一個 沒有辦法培養 被你指揮的人的責任感 沒有辦法增強被你指揮的人的能力 但是呢 你去引導他們 你去指引他們 他們呢 會有信心 他們會有能力 更重要的一點是 他們會活出他們自己生命當中原本的樣貌 在膽誓的第24個篇章 談的是 不斷挑戰自己的邊界 每個人都會為自己設一些 這個 自己幫自己畫框框 自己幫自己設限 這邊呢 就鼓勵我們其實呢 去挑戰自己的邊線 你的潛能是無限的 但很多時候呢 你有沒有去發揮出來呢 生命當中喔 其實有很多層面 最大的風險 就是從來不冒風險 因為你從來不冒險 你就永遠不會有新的機會 所以呢 你不會有新的機會 在現在的時代當中 你就只會越來越落伍 越來越跟不上時代 所以呢 你最大的風險 就是你從來不冒險 那當然了 在這個過程當中 要勇敢的接受 新的挑戰 在接受新的挑戰 難免會碰到一些 比如說 內在的這種不安啊 恐懼啊 這是一定的 我們怎麼樣面對 這些不安跟恐懼呢 我們可以學著喔 更善於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 這個剛剛在信賴 第一段語音檔剛剛有提到 其實呢 真的 了解自己 傾聽自己的聲音 相信自己 給自己力量 會比你在外在尋求 任何再多的這個激勵等等 會更有幫助 更有力量 第二個呢 對自己做不合理的要求 其實呢 別人對你做不合理的要求 你會反彈 但是呢 你如果開始願意 為自己做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你會漸漸的 很有成就感的 發現自己的潛能 其實我自己本身喔 在這個學術的過程當中 就發現這樣的一個狀況 當自己呢 只做自己能力 能做到的事情的時候 發現呢 一份報告寫出來 也沒有太大的成就感 反正就花了很多時間 但是呢 當自己呢 告訴自己 給自己一些更高的挑戰 試著去 去閱讀一些自己 過去不敢讀的東西 或者是給自己一些 可能會 會讓自己好覺得 還去 真的還需要發揮錢的那種分量 不是很合理的那種分量的時候 當你 當我每次這樣要求自己的時候 我發現喔 做出來的東西 不管我沒有如期做出來 但至少我是很愉快的 因為我發現我那種 生命淋漓盡致的感覺 其實是很令人興奮的喔 再來呢 你可以回想 小時候發現新事物的時候 有多好玩多快樂 你有發現 一個小朋友喔 他在發現新事物的時候 他是不會去想說 會有什麼後果 會能得到什麼 他只是如實地回歸這個事物本身 去發現 去了解 去體會 所以呢這個時候呢 有時候往往喔 很多 結果 結果會如何 那都我們自己想的 其實呢 回歸一個赤子之心 會讓你更有力量 接下來呢 設法在習慣 喜好與希望上面 嘗試新的改變 有新的刺激 有新的改變 就有新的體會 這時候新的挑戰 你就容易去面對去克服 接下來 對於漸進的習慣說不 其實很多習慣喔 壞習慣是慢慢養成的 喔 那對於這些習慣呢 你有沒有去試著讓自己呢 去調整去改變 就如同我之前有跟各位做分享 我每天呢 兩本筆記本 一本呢 寫上我這一天做了哪些好事 哪一件好事 記錄一件就好 第二本呢 寫上我今天做哪一件 不是很好的事情 所以呢 好事情給自己鼓勵 不好的事情 給自己調整 當你每天都意識到 你要做這個檢討的時候 往往很多習慣 就慢慢一個一個拿掉 很多壞習慣 就這麼改善 再來呢 當你看到後門未關的時候 立刻關上 它這也是一個比喻啦 就常常有時候人 很喜歡走後門 喜歡呢 這個以少求多啊 很多不務實啊 這時候你發現喔 你還隱隱約要給自己很多借口 講白就是找借口嘛 這時候把你的借口拿掉 不要給自己找任何的借口 借口就是侵蝕你面對挑戰的最好的毒藥 而且是最有效的毒藥 毒性超強 而且一定毒的死 好不好 最後呢 勇於接受新挑戰 你可以想像自己坐在搖椅上面想事情 也就是說 當你有一天呢 你已經這個可能 這個病法斑白的時候 你坐在搖椅上 回顧自己的一生 你是否真的滿滿意於自己面對挑戰的時候 的一個態度和所做的事情呢 想像一下 想像你那個時候 你會怎麼樣評價你自己的一生 所以呢 不斷挑戰自己的邊界 就談到這邊 希望呢 各位都能夠真的面對生命當中所有的挑戰 讓自己更堅強更有力量 好 膽識的第25個篇章 叫做付出更多的關懷 剛剛前面所提的喔 其實都是你怎麼克服問題 克服困難 化為機會轉機 但接下來呢 其實真正的膽識要回歸於自己的內心 勇者無敵啊 真正的勇者並不是到處怎麼樣 到處 到處這個 到處這個挑釁啊 到處呢 找人這個單挑 真正的勇者是 在他內心是很平靜的 他不會畏懼任何挑戰 但是他也不會主動的去找很多這個 這個 這個跟人家挑釁這樣子 所以呢 真正的一個有勇氣的人 他不僅是面對挑戰的時候 他應該有的這個堅毅 但是更重要的一點是 他面對人的時候 他更願意付出關懷 一個真的回歸於人性關懷的人 他才能真正的發揮 他生命當中的力量跟真正的勇氣 所以呢 你付出關懷的過程當中 你是不是真的發自內心呢 你不管任何事情 你不管是一個業務員 還是一個創業者 不管 你只要真的發自內心 就能夠觸動人心 你會發現很多廣告 能夠讓你很感動 但有些廣告讓你覺得 他不過就是一支廣告 原因很簡單 他其中的差別就是在於 這個廣告的製作過程當中 他有沒有真的觸動到你的內心 而所謂觸動到你的內心 就是有人發自內心的做這件事情 發自內心的去告訴你 他生命當中曾經有過的經驗 所以呢 各位 我們說 你在生活當中 你在生命當中 在你的事業過程當中 你總是要有一群人 能夠認同你 跟你一起合作 那你要怎麼樣去感動別人 發自內心吧 真誠就是一篇好文章 好不好 與其學習很多的話術 口才技巧 倒不如學習 怎麼樣發自內心的說出 你自己的在意 你自己的認為 跟你的關懷 好 所以呢 在這個部分的話呢 他就說 他發自你的這個 付出更多關懷的部分 他提出了幾個點提醒我們 第一個呢 確保生命的火花能夠照亮 最沒有希望的人們 與地方 也就是說 你有沒有想辦法 去延伸自己的影響力呢 其實很多人呢 他願意多做一些公益 也就是這個道理 再來呢 留下你最真愛的 把它轉送給別人 這真的需要很大的一個勇氣啊 因為呢 這樣的 代表一件事情是你真的願意 交出你自己去做付出 第三個 遼悟人終究會死亡 當你面對死亡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能不能坦然接受 並且呢 毫無悔恨呢 再來呢 關懷超出你分內應該關懷的人 多做一點 關懷就好像面對挑戰的勇氣一樣 就也好像身上的肌肉一樣 越練越有力量 再來 做決策之前 先問問道德的問題 生命當中 如果你是一個這個經理人 或者是你是一個創業者 或者是你是一個主管 或者是就算你什麼都不是 你總是會有面對到一些抉擇的狀況 當然你在路上看到 這個有一張千元大鈔掉在地上的時候 你要選擇呢 放開到自己的口袋 還是要選擇實驚不媚呢 這個部分呢 先問問自己的道德吧 不要讓自己的道德被泯滅 因為道德被泯滅 你是成為一個被牽制 而且最沒有力量的人 我也聽過有一句話 就是說一個人的品德 一個人的人格 決定了他成就的最終停留點 所以呢 麻煩喔 回歸到自己內在真正的道德 好 接下來 關懷不能光說不戀 所以呢 切記一件事喔 關懷不能只用說的啊 要去做 最後呢 用你生命當中的燈籠 照亮你的路途 所以呢各位 每個人都有 每個人都是發光體 每個人都能夠照亮別人 當你盡情生活 發揮你的生命的潛力 當你盡力的做到 所有你該做的事情的時候 你知道你那個過程 就已經照亮了很多人的生命嗎 讓那個力量持續的延續下去 讓你的力量 讓你的感動 讓你的一切的一切 給更多人帶來更多的啟示 千萬不要妄自菲薄 好 最後一個篇章 但是的最後一個篇章叫做 在旗幟從未飄洋處生起你的旗幟 各位朋友 這句話呢 其實給我很大的感觸喔 因為呢 我們自己歐雅科技 我們本身做的就是一個創新的一個事物 所以呢 我們等於說 為我們自己開創一個新的藍海 但這個藍海的過程中 也因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所以呢 我們不要獨自面對了很多的挑戰 或者面對很多需要克服的問題跟困難 但是呢 這個在旗幟從未飄洋處生起你的旗幟 正不斷的激勵我們這一路創業的過程 所以呢 各位 我不管你現在在做什麼 你要問你自己 你將為這個世界上留下些什麼 我說一個人的存在 不是一個人財產有多少 而證明他的存在 一個人的存在 是源自於他被記得 比如說 我們古代的哲學家孔孟老庄 這些人難道有為現在的這個 這個幾千年後的我們這些後世子孫 留下什麼財富嗎 他們根本沒留下有形的財富 好不好 他們留下的是他們的想法 他們的這個 這個哲學觀念 也就是中國人所說的 立功立言立德 這些東西是能夠讓別人不忘記你 而 只要人家不忘記你 那你的存在 就能夠永恆 不管你的生命是不是還 不管你是不是你的肉體 還存在這個世界上 所以呢 你要為自己 你要為這個世界留下什麼呢 不是每個人都要當哲學家 偽人 而是說你至少身旁當中 有一些你所愛的人 跟愛你的人 你有沒有真心的對待 真心的付出 你生命當中總是有一些 你想完成的夢想 或者是有一些你的渴望 你有沒有真的 當有一天 當有一天這個 要寫慕之名的時候 你可以毫無悔恨 或者是毫無後悔的寫下 我盡信了我的一生 我盡情的過了我自己的一生 並且呢 我發揮我最大的努力跟潛能 希望能夠帶給更多人的希望 所以呢 各位朋友 你為這個世界留下什麼呢 你可以想一想喔 所以呢最後 他這邊呢 就分享了一段詩句 他說呢 讓我們以身作則 像你會永遠活著般的愛 像你永遠不需要錢般的工作 像你像沒有人能對你說不般的夢想 像你永遠不需要長大般的享受樂趣 像你 像沒有人在聆聽般的歌唱 像一切都靠你關懷般的關懷 在旗幟從未飄洋處 生起一面旗幟 生命是獨特的 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 你有沒有發揮你生命獨特的潛能 獨特的樣貌呢 其實呢 我相信不管一個人再怎麼平凡 但是呢 他在平凡的一生當中 他盡情了他的生活 他盡情了他的生命 他呢 充分的認真的過他的每一天 那這就是在旗幟從未飄洋處生起的旗幟 如果呢你現在是創業 如果你現在有自己的事業 如果呢你有很多的夢想想要去完成 這時候呢我要問你自己的是 千萬記得一件事情 如果你有永恆的生命 如果你不需要錢 那為什麼 什麼事情會驅使你不斷的工作 驅使你不斷的付出呢 你把那樣的工作跟付出拿到你現在的事情 我相信很多物質的 很多有形的 他會隨之而跟著你 千萬記得講一句最實在的話 生命當中喔 人冷咖 你死咖 你不要去虐錢 你是追不到錢的 讓錢來追你吧 就算不談那麼多的 就算不談這些所謂的財富 你更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你為這個世界留下些什麼 我們不用想那麼大 你也可以去想想看 如果你是為人父母者 你為你的子女 在他們心中留下些什麼 他們認為你是一個什麼樣的 這個父母親呢 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是一個老師 你有沒有為你的學生 留下些什麼呢 所以呢各位 在旗幟從未飄養處 深情的旗幟 結合了這本書這四個觀念 我相信你生命當中 另外的90% 你未開發的潛能 會淋漓盡致你的生命 我是歐亞科技教育總監 感謝你的聆聽 期待我們下一本書 再會